无尽的福州和这一个四川的重庆啊 这个差别有多大 我们看一看 大家猜一下这里是哪里 是这个重庆还是这个福州 哇不少人一看到 这是在爬山 可能会觉得这边是在这个重庆啊 那你就猜错了 它这边是在福州 它这边竟然已有程序 也是建在山上的 哇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我原来以为福州都是建在平均上的 民间区的没有 没想到也要建在山上的 又来这个城里爬山了 不过我感觉它这边还好 这个山没有那一个重庆高 就是一个小山坡 重庆那边的话 那高的就有点吓人了 是500米的这个高山上面都建房子 这边就还好 看这边 这边还是他们一个景区啊 叫烟台山景区 这几个字都很熟悉啊 烟台好像是一个城市吧 这个山就叫烟台山 看往这边 这边好像也是它的万古建筑群啊 有见一些这个外国人住在这边 见一些这个像类似于大使馆什么之类的 哇它这边 这边好像也开始往上下走了 我跟重庆那边太像了 上上下下下下上上吧 你看这边也是的 台阶这边得下去 然后进到那边颠覆那边 它如果下大雨的时候 这个水不就花花的往下面流 那靠什么排水呢 我感觉那重庆那边门口 好像还有那种排水壁子 修的比较多 它这边好像比较少 可能雨没有 重庆那边那么大吧 哇这边还有的部分正在这个修啊 还没修完 这边应该原来就怕老成去啊 然后拆了这个全重庆新建的 这里面还更老的这个房子啊 哇 老子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这个 就这里片结局目前好像收起来 哇它这边打牌的也超多 跟重庆那边一样的 也是很喜欢打牌啊 不知道这个重庆人的牌机和这个 福州人的牌机下面 就已经买一个更厉害啊 这个又开始这个走山下路了 哎 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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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挺累的 而且这样的上下山 它也不好 这一个骑车引车啊 下山骑的挺舒服 上山就不好 这排行这个产位 论这个GDP的话 会感觉这个重庆好像比这边富有啊 但是重庆轮口也多 你像重庆的GDP是28000多 我记得算 接近29000吧 它这边是12000多亿啊 但是重庆有3000多万人啊 3200多万人 这边的话是1000多 还都不到啊 只有800多万人 所以这个算人均GDP啊 重庆那边不多啊 只有这个9万左右 这边的话挺多的啊 14万多啊 而且它这边的这个庙啊 不敢比重庆那边要多很多 这边就是一个道教堂 重庆市重庆那边高楼还是挺多的 这边是那一个旅游区 朝天门附近 这边是福州市第二医院啊 好像是新建成的 看着也是比较霸气啊 看一下 走这里意识分辨不出来 自己在重庆还是在这一个福州啊 接近挺像这一块城区 这边其实也是福州稍微偏一点的城区 三换城区这边 而且这两个城都挺热啊 都是这个火炉之城 但是福州的房价也高一些 感觉比重庆那边可能要这个高一位啊 所以在重庆那边定居可能要容易一下 在这边定居要这个难一点 阶梁里面 总统筹